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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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這個 失敗的過程當中去修正到自己的那個點 修正正確的途徑出來 正確的方法出來 這是必經的 那個才是真正 讓我們願意去走的那個 的道路 兩個人都會得到心靈上的滿足 被陪伴的 犯錯的他也需要被支持 然後在陪伴的 也需要去鍛鍊出自己的耐心 鍛鍊出自己真正去陪伴那時候的 那一份給予的力量 這個讓我連結到一個 在大陸一個很特別 但其實上並不少見的個案 那我大概簡單講一下 這是一個孩子 這個是一個小學生的孩子 那他是怎麼被送來的呢 是因為這個他會 他會 翹家 就是小學生喔 他會徹業 徹業不歸喔 好厲害 而且他還知道怎麼在外面生存 因為他會偷那個金融卡來使用 所以可以讓他可以待在外面 好厲害 小學生 爸媽是什麼方法都用過了 後來實在沒辦法 就轉 轉介到我這裡來 那這個 這個我先講這個過程喔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這個有關犯錯這件事情 那麼這個過程是這樣子的 那當然來我的這個殺牌遊戲室 或是說我們這個 一個非常受保護的空間 跟讓他可以自由的空間 他在裡面玩的 可以說是整個房間都被他翻一遍 所以呢 找他要的材料 不只找他 他要你陪他玩 而且他玩的方式 不像是他那個小學生的年紀 他可能已經是高年級生了 可是他那個玩的方式很像是低年級生在跟你玩 所以那個我們 我這邊也有這個 還沒上小學的 就是幼兒園的那種來玩 他有點像是那個之間 就是他真的玩起來的話 他是不管的 對 然後整個房間 都 整個所有的殺具 東西都散落一地這樣子 那也會常常破壞殺具 所以他是 他管不了自己 然後他就是這麼的 需要這樣子玩 可是呢 好玩的是 他在裡面這樣子 被有耐心的對待 支持 尊重 他用什麼方式跟我玩 我就陪他用什麼方式玩 剛剛不是說陪伴嗎 在這個每一次的一個小時裡面 充分的被陪伴 什麼都沒跟他講說 你不可以跳架喔 你要對爸媽好喔 你要寫功課喔 你要對老師 對同學不要打罵喔 因為這些以上他都有 他都沒做到 裡面完全沒有講這些 就是很純粹的 當然這是一個療法的精神 就是非語言療法的這種 藝術療法的一個精神 就是充分的陪伴 充分的保護 在充分的保護裡面 居然有充分的自由 因為本來這兩個概念是衝突的 你要保護你就要管制他嘛 他就沒有自由 對 所以你要自由你就不可能管制他嘛 你就不可能保護他嘛 因為他會受傷啊 對 可是我們就是要把這兩個為一 所以我們療醫師本身 我們要這樣子的修為 更有這樣子所謂的心靈空間給他 沒錯 所以當然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療醫師自己的挑戰 沒錯 你怎麼樣做到自由跟保護 同時存在在你這裡 沒錯 在這裡你所安排設置的空間裡面 跟這些玩具們 跟這些孩子們講好 互動 總之就是這個過程歷經過幾次之後 他爸爸很少出現的爸爸來了 他爸爸來跟我講說 老師老師我想跟你探討一下 探討什麼呢 他說 我的孩子之前怎麼樣怎麼樣 我想跟你講清楚一點 那重點是他最近好多了 他不翹家了 對他最近行為也改變很多 雖然在學校還是有時候 很多功課會寫不完啊 或是說會發脾氣啊 可是他現在好多了 對 那我就跟他解釋 我在裡面維持這種 非常自由非常保護 那麼非常又可以 他在裡面隨性的跟我玩的 的狀態下 那麼這個焦點 這個鏡頭要拉回來一點 到說為什麼他會形成這一種 沒辦法約束的行為呢 因為他爸媽很忙 那麼以前都是用打跟罵的 對 不准犯錯 不准犯錯的情況下呢 他犯了更多錯 對 他的心情長穿了沒辦法輸解 怕 怕之後就不回家嘛 不回家之後呢 在外面就搞了更多的樓子 捅了更多的樓子 然後甚至連警察局都找上了 對 然後甚至偷錢等等 好在這邊完全放鬆 完全讓他自由的玩 那他甚至是像退轉的孩子 來跟我玩 好像這個部分的他沒有成長 跟我玩之後呢 他沒有需要俏家了 他被滿足了 他被有耐心的對待了 而且是非常有耐心的對待 因為可能他玩完之後 我要整理兩個半小時 我才整理的完 你可以想見那個房間亂成什麼樣子 還要記得趕快準備好 要接待下一個學生 下一個個案 總之經過幾次之後呢 他跟我講說 這個孩子跟我講說 老師 我可不可以 這個禮拜每天都來 就可見得他喜歡 他嚮往這種氛圍 以及相對來講 他在以前家裡 相對那麼緊張的環境 有差了多少 被支持 對 充分支持的情況下 他心靈得以復原 沒錯 他的那個需要 這個破壞在這邊完成了 因為孩子本來就有破壞性 請問各位家長 或是各位成人哪一個孩子 你自己孩子的時候 沒有破壞性呢 沒錯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不打破杯子呢 沒錯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不想 我在這邊也順便講一個經典的例子 因為我是做這個工作 我非常關注我的孩子 嗯 他們在做什麼行為舉動 我們是很細微觀察的那種 我就記得非常清晰有一次 我兒子 他在很小的時候 他就看那樣子 杯子這樣子 在桌圓 你知道嗎 桌邊邊 桌圓這樣子 快掉下來 對快掉下來 他就這樣 咚 還四周看一下 咚 咚 咚 把它推下去 他想看看破掉是什麼樣子 還好我有學 老師有學 沒有怪他 就只是說 你怎麼把杯子打破了 有沒有受傷 然後 來我們趕快整理一下 他其實 教他怎麼處理 對教他怎麼處理 重點是他沒有覺得打破杯子是壞事 他會不會一直打破杯子 反而不會我跟各位說 他只是好奇打破杯子是什麼感覺 嗯 他不是真的要犯那個所謂的犯錯 對 他只是想要實驗一下 破杯子破什麼破什麼是什麼感覺 可是你都不讓他破的話 我猜很有可能就像 我剛說的這個個案孩子 他在這邊就開始丟東西 嗯 終於可以 終於可以知道丟東西什麼感覺了 破壞是什麼感覺了 可是一旦你滿足這個感覺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大人需要很有耐心的地方 一旦他真的 這個心靈是這樣運作 一旦他真的滿足這個感覺的時候 他反而不會一直做 沒錯 因為這一關他過了 或這感覺他有了 嗯 他不需要一直做啊 對 可是因為我們一直防著他 我們一直不准他的時候 他反而一直有一種 潛在被壓的 被控制的 這種不舒服感 只要他 真正明白他是被支持的 他就會往他好的方向去走 沒錯沒錯 重點 完全是重點 我最近也有一個小夥伴 他去找 從這個學校畢業之後 找工作一直不是那麼順利 就是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我就說來 嗯嗯 你想要什麼工作把它寫下來 你想要什麼東西 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希望公司有什麼環境啊 薪水大概多少錢 我說你就是 老師啊做不到啊 沒事啊 你把它寫下來吧 謝謝嘛 對就是在不斷的鼓勵他寫下來 對對鼓勵 他說不行啊 這個寫下來也做不到 沒事你就把它寫下來 這樣就不小心過了半年 這中間當然有一些歷程 然後一些過程 然後也找了一些工作 不是那麼順遂 可是在 就在昨天還是前面 昨天 然後我們在路上 偶然的相遇 他找到了他 他寫下來那些清單裡面 所有滿足願望的那一家公司 哦太棒了嘛 對啊 就是這麼這麼的 不是不可思議 是當你知道你完全被滿足 那你往這方向去走 自然就會來到你真正想要的那個過程 但中間會不會有一些錯誤 是需要我們自己 如果我長大了 我要懂得去接受 懂得去接受 這是一個過程 還沒長大之前 那就是仰賴各位父母親啊 真的各位父母很重要 各位父母親各位家長 我們就是他的一個引路人啊 對引路人 如果沒有教他怎麼走路 就是不會走路啊 對 可能大部分我猜是因為大人們的煩躁 而不是說真的我們不願意 不知道孩子犯錯是正常的 真的 可能我們煩躁 可能我們工作的情緒帶到家裡來了 不想要他吵鬧 對吧 不想要他再給我們添加下班之後的麻煩之類的 所以呢 其實也是一樣療性的過程要匯到自己身上 匯到自己身上 有可能是我自己被教育的過程也是 這樣子走過來 我也是這樣對待 所以我就會直覺啦 所以每時每刻要去覺察自己 然後就像很多的這種運動員 都有自己貼身的教練 除了總教練之後還有一個貼身的教練 就是協助他來做一個知識上或是一點點細微的調整 他就會變成是奧運的冠軍 他就會變成是籃球的總冠軍 他就會是這個運動界的某一個品牌 都來自於有人要去做修正 另外一個他願意被修正 接下來就是務候者修 修就是願意做 對尤其這些高級運動員 其實程度都很好 才能夠有一定的水準 那這麼高級運動員裡面 他又願意去承認自己有錯 願意去修正 這種精神才是我們面對犯錯的精神 對 對吧 所以我們應該鼓勵我們的孩子是 犯錯後面願意修正那個精神 而不是犯錯本身的問題 我之前有一個學習在講 不要害怕失敗 就是跌倒之後 你要找找看有沒有禮物可以撿 對 不要擠得起來 對 對 這很有趣 所以當你正向的去看失敗 正向去看犯錯這件事情 他反而是一個很好提升我們自己的狀況 對角度完全不一樣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下次跌倒的時候 趕快看一下附近有沒有錢可以撿 不要起來 搞不好有 對 一定有一個隱藏的彩蛋 像今天剛好感恩節 對 找彩蛋 真的找彩蛋 找犯錯裡面的彩蛋 那個彩蛋到底是什麼 對 我又想起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們家老大 現在已經高中生了 小時候 小時候很好玩 小時候很好玩 一個地方在哪裡 他出去 剛剛那個洪志老師說 低頭看一下 對不對 他很奇怪 他很小的時候 他就懂得 在各種販賣機前後上下左右往下看 因為好像他知道那個附近都會掉錢出來 掉零錢 掉零錢出來 所以他每每遇到了這個什麼 什麼 有機器的 有什麼 下面有縫的 他會彎下去看 看有沒有掉錢 什麼的這些的 我覺得很有趣 這就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看 挫敗看這個犯錯 完全不同角度 而是 在今天感恩節裡面 非常適合也講這個 在錯誤裡面 在犯錯裡面 找彩蛋 找感恩 對吧 找這個正面的精神 找那個正向的感受 正向的感受 感動 找一些正向的地方 可以讓我們從這個犯錯裡面得以修正 對 那犯錯根本就是禮物嘛 真的 今天感恩節 我們不如就直接講犯錯是很棒的事情 而且犯錯是一件禮物 那我們來貢獻跟我們孩子 來吧 犯錯吧 那我們在犯錯當中 真正學習跟成長 沒錯 對吧 走向成功 好吧 走向感恩 好啦 今天一樣 分享就到 分享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對 希望大家今天在感恩節裡面 好好的 跟我們一起感恩 每一次的犯錯 感恩我們孩子每一次的犯錯 感恩我們自己 可以在他每一次的犯錯裡面 去感動他 去支持他 去成長自己 去成長自己 好嗎 各位親愛的家長 我們這一集就到此 告一段落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